封鱼 封鱼 你干什么呢 危险快下来 踏路啊 在沼泽地里踏路 不登高怎么行呢 这么多会功夫的在这儿 登高也轮不到你啊 快下来 对呀 在这种地方 你实路的本事不如我 让我来吧 初初你看 那是什麼 好像是 三堆石頭 這三堆石頭 以前就在這兒嗎 我也是第一次來 以前從沒見過 你們在上面說什麼呢 這也不像是什麼動物的窩 倒像是 凡 這 這些石頭 好像是被人刻意堆在這兒的 王爺 這就是巫醫大叔用來做棋子的那種石頭 鋪馬爺 鋪馬爺 不可能 不可能 這不可能 他又是藏屍體 又是弄棋局 非真的拿劍把人指到這兒 他不可能就這樣 是 王爺 會不會這泥台裡 只是巫醫大叔想留下的線索 就像那個棋局 它只是一個線索 是要把我們再指向另外一個地方的線索 對 你說的對 這裡面一定只是線索 福江 在 找人跟我來 打了線索 是 你們幾個過來 是 不會的 不會再要另外一個地方了 為什麼 我覺得楚楚說的有道理 鋪馬爺要是不想讓人輕易找到他 那他多留幾處線索 帶人多繞幾處彎也是有可能的 方才譚貴已經說過 這裡一入夜 就毒氣瀰漫 蛇蟲橫行 我們這些身強體健的人 從山外走到這裡 且用了小半夜的光景 父親不良於心 從山外走到這裡 再在此處較整位置 堆砌這三堆石頭 根本不可能在天黑之間再走出去 將軍 找到了 將軍 找到了 你 锦鱼 如果这都是父亲自己的阿伦 他怎么能把自己过成这样 怎么会 怎么会这样 肖将军 我想借把匕首 我是武座 和巫医大叔相处了那么多年 我知道该怎么辨认他 让我来吧 我看看就能知道 你是一名武座 与他相处了这么多年 又刚刚验完他 他身上的伤 你全都知道 是不是 他到底伤得多重 为何会久病不育 五年前他不过四十出头 怎么会自知时日无多呢 王爷 你别问了 他一定不希望你知道这些 楚楚 他是我父亲 就像你想知道 你母亲生前所经历的那些一样 我也想知道 他到底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 才做出自己时日无多的判断 他在旧时的手渣里 总是说到生命至贵 他最不屑那些轻易放弃生命的心情 不到真的毫无希望的时候 他绝对不会的 告诉我 他身上有很多旧伤 以前我是不知道的 但那些伤很快就痊愈了 一直折磨他的 是他腿上那处伤 那处伤很深 伤到 已经伤到骨头了 我记得你曾对我说过 他的腿伤虽然严重 但是还有希望痊愈的 只是治疗得不及时 耽误了 所以才没得治 可那道伤 最多只会让他不良于心 怎么会伤及性命呢 如果是摔伤的 确实不会伤及性命 可他的腿是被砍伤的 摔伤骨折 伤口是封闭的 刀伤入骨 伤口是开放的 开放的伤口 又很容易受风邪侵染 在骨头上落伤病根 这样的病根本来就很难去除 再加上 物业大叔他又不肯让郎中医治 只能自己用药应付 时间长了 病血伸入骨髓 又蔓延到全身 就无药可治了 他会是什么感觉 这种伤应该会很疼 不过 不会一直疼 情况是 时好 时坏 如果不根治 就会一直反复 最后 满营到身上 不曾受伤的骨头 也疼的时候 就 就事事不多了 他从来不肯 给别人看他的伤 也不曾对别人说过 所以 一直以来 都没有人知道 他在受怎样的苦 他在宽敦里面 不过 他在宽敦里面 他在宽敦里面 不过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